赵露丝和承潇活泼炫耀艺术体操 你最喜欢哪一个 承潇和赵露丝是两位年轻的中国女演员 赵露丝和承潇的演技让很多人爱不释手 不过承潇最早是在韩国以偶像出道的 承潇于2016年加入女子组合WJSN或宇宙少女 然而2018年承潇决定回国 在家乡推广WJSN 此外承潇也被称为多才多艺的偶像 就像2017年承潇在ISAC2017大显身手的时候 承潇在许多其他K-POP偶像面前做艺术体操 在抖音上传的地址服DC下画线04地址服中看到 承潇在做艺术体操时看起来很敏捷 承潇穿着一套特殊的艺术体操服装 头发盘成一个技 使用呼拉圈的时候 承潇的风格越来越有趣了 承潇的敏捷让他的身体一颤 让其他K-POP偶像惊叹不已 原来能以艺术体操让无数人惊叹的不止是承潇 动作中 赵露丝身着一身特殊的艺术体操服装 扎了两缕头发 俏皮可爱 如果说承潇用呼拉圈 赵露丝选择用球代替 赵露丝毫不犹豫地弹奏起来 立刻展现了他的柔韧性 粉丝们立即对这位偶像像职业运动员一样进行艺术体操的能力感到惊讶 没有多少人认为赵露丝能以他的绰号多才多艺的女演员来做艺术体操 吴磊自曝有幸以求婚为幌子遇到了最好的女人赵露丝 赵露丝 吴磊是深受网友喜爱的中国艺人 想象一下中国电视剧天河之恋成功地结合了赵露丝和吴磊的化学反应 赵露丝甚至还沉浸在与吴磊饰演的承嫂上 灵不一饰演的爱情故事中 赵露丝甚至承认在承嫂上和灵不一的爱情故事不顺利时受到了伤害 不仅在故事中赵露丝和吴磊在镜头下看起来非常接近 在银河的最后一集中赵露丝和吴磊都给出了超级浪漫的句子 虽然是《天河之恋》中的人物名字 但吴磊对赵露丝的表情还是很甜美的 活动期间 吴磊、赵露丝通过网络开展活动 出现在那甜蜜的瞬间 吴磊向承嫂商透露了自己的心意 少商 你很善良 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吴磊浪漫地说道 不仅如此 吴磊还表示自己很幸运能遇到赵露丝 我很幸运认识你 怎么样 我是打心底里说的 吴磊说 另一位主持人也表示 当时吴磊似乎是在向赵露丝求婚 吴磊也被曹西文调侃 仿佛在向赵露丝求婚 在曹西文看来 此时正是吴磊向赵露丝深度求婚的最佳时机 好的 现在正是你取他的好时机 曹西文说道 就在这时赵露丝和吴磊同时笑了起来 嘖嘖 赵露丝和吴磊离境也很浪漫 看赵露丝和吴磊的关系 只是打着求婚的幌子 你怎么看 我看赵露丝和吴磊离境也很浪漫 我看赵露丝和吴磊离境也很浪漫